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王一博,拼尽全力,飞升成功,资本平台纷纷抛出橄榄枝。 王一博竭尽全力争取奖项是否有错呢? 借助如此庞大的影响力和关注度,他的三部影片都表现出色,所以趁此机会实现飞升乃是一个明智之选。 在娱乐圈这个竞争激烈的领域,当你有机会走红时,所带来的机遇只有短暂的几年,要善加利用,才能实现长期发展。 观察这些流动的艺人,他们像昙花一样瞬间消失无踪,令人感到非常遗憾。 各行各业都心知肚明,无论是实力还是颜值,人才都层出不穷。 尤其是在娱乐圈,更是如此。 然而,真正缺乏的是机遇和幸运,以及一个有效的自然平台。 只有在红了之后,才能真正展现出实力和人格魅力,才能够获得长久的发展机遇。 王一博获得金鸡奖提名的消息传出后,不少人都认为他应该抓住机会加倍努力。 有许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兴奋不已,因为他确实很有资格获得这个提名。 王一博在事业规划方面有着明确的目标,即使他红了以后,也没有过多消耗自身资源。 他参与的作品都致力于追求高品质,在剧本选择上偏向正向且冷门,虽然可能看起来不引人注目,但却具备极高的价值。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优秀作品的奖项,并开拓他自己的新领域。 这种目标明确,规划有思路的艺人给我们带来的是正面的成果,而不是那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蓝散者。 为了给王一博争取奖项,越来越多的人明确表示自己是他的粉丝。 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推荐,从剧中角色到幕后花絮,从剧本到影响力和实力,无所不包,对他进行高度赞扬。 在金鸡奖的提名中,只有王一博这个年轻演员被列入其中。 明显可以看出他并非为了炒作而被提名,并且他也没有妄图以此牺牲自己的声誉。 他一直都秉持着自己的态度和风格。 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我们静候佳音,因为平台已经明确表达了立场。 王一博在拼奖方面并没有做错,他展现出了作为年轻一代的典范艺人所应具备的勇于拼搏的态度。 尽管外界对他的看法不佳,然而无可否认的是,王一博是目前小生中备受瞩目且实力出众的一位。 电影圈非常需要这样一位新人,他能够推动整个行业的蓬勃发展。 王一博的转型电影圈已经通过三部作品成功打开了市场,改变了口碑,也取得了票房方面的成功,这显示了他的号召力。 为了能够快速提升自己的地位并获得更多资本和平台的支持,他需要获得一个奖项的认可,这将有助于拉开与其他人的差距,并吸引更多优质资源的青睐。 世间喧嚣分杂都是为了利益而来,这句话并没有错。 王一博的成就得来全凭实力,你们的心碎和失望,归根结底只是因为看到了差距,若没有对比一番,岂能意识到原来相差如此之大。 良好的资源总是稀缺的,那些有明确规划和目标的艺人不仅给我们带来力量,而且在年轻的王一博身上,我们见证了许多与众不同的事物。 他让我们在娱乐的同时也能学到更多具有积极价值的东西,这正是娱乐圈文艺工作者应该具备的品质。 每个人都希望品尝这一块独一无二的蛋糕,只有靠自己的能力才能真正享受到它的美味,这是理所当然的心愿。 欢迎来到Noyantv频道,请订阅频道,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王一博应该放弃偶像包袱,寻找新的路线吗? 各位小可爱们,你们有没有想过,偶像包袱到底是一种负担还是一种动力呢?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就是,王一博是否应该抛弃偶像包袱。 王一博作为一名公众人物,他的形象和行为受到了大众的关注,这也导致他对自己的形象和状态更加敏感。 但是,我们不得不承认,偶像包袱对于王一博来说也是一种动力。 那么,他是否应该抛弃偶像包袱呢? 首先,我们来看看偶像包袱对于王一博来说意味着什么。 作为一名偶像,王一博需要时刻保持自己的形象和状态,这也意味着他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和负担。 但是,这些压力和负担也成为了他前进的动力。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压力和负担,他才能够更加努力地工作,提高自己的演技,并且拓宽自己的发展空间。 其次,我们来看看王一博是否应该抛弃偶像包袱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抛弃偶像包袱确实可以让他更加自由,更真实地出现在公众面前。 但是,我们也不能忽视偶像包袱所带来的好处。 如果王一博抛弃了偶像包袱,那么他可能会失去很多粉丝,并且影响到自己的事业发展。 因此,在这个问题上,我们需要权衡利弊。 最后,我们来看看粉丝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。 很多粉丝认为,王一博应该保持自己的形象和状态,并且继续努力工作。 他们认为,只有这样才能够让王一博更加成功,并且获得更多人的认可。 总之,在这篇文章中,我们探讨了王一博是否应该抛弃偶像包袱这个问题,并且从多个角度来分析了这个问题。 相信通过这篇文章,大家能够更好地了解这个问题,并且从中汲取到一些有益的启示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。 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 再见。